在这个波鬼人爵的夏天,看似波澜不惊,实际上却发生了不少天赋性的事件,比如,一向是大打烈烈的考仙斯迪加加盟勇士,直接杀死了新赛季的冠军悬念,比如,口口声声喊着德罗萨是非卖品的猛龙, 居然转身就自家的核心给交易了出去,一点钱照都没有,再比如,一向逝世家庭形象制人的马次队,居然没有留下自己的忠诚,托尼帕克,相对于欠灭两件事儿,其实帕克的理论更让人觉得颠覆,抛开感情的因素不说,在这件事情的背后,有一个直观而残忍的对比,更加让人觉得触目惊心, 马次队在去年夏天,给当时37岁的加索尔,提供了一份三年4800万美元的养老贺约,而在今年的这个夏天,圣安多尼奥人,并不愿意给自己多年的功臣, 先年36岁的帕克提供一份体验的养老合同,要知道,帕克的要求并不高,他的新东家黄峰给他的合同,也不过就是区区的两年一千万而已,而就这么一点钱,他的老东家马次队,都不愿意去匹配,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,不少对马次持有着好感的囚尼纷纷表示了不理解,觉得马次这是玷污了忠诚的概念, 谢莫杀鱼,更有阴谋论者在当时觉得,这是马次在病相向了奥纳得道歉,希望以牺牲帕克的形式来换取他的回心转意, 不过这种口诛笔法,注定是得不到见何结论的,几位事件的当事人,都对这个事情保持着令人, 这些的编默,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,当事人帕克终于出来给这个事件,做出了概观论定,即使没能中老马次, 可他还是在论坛上,发布了感情争取于马次的告别文,种感情的他还没有忘记替自己的恩师波波维奇做辩护, 我很难说清楚为何波波维奇是一个如此特殊的领袖,当然,这里面有些东西大家都是明白的, 他是一个极具天赋的沟通者,是战术方面的大师,还是个了不起的人, 当他让球员首发上场,做替补,给予球圈通领进攻,或者是在球员市场,上寻明星的球队指挥官时, 波波维奇都还是那个波波维奇,他每次,无论做什么事情的原则都是一致的,为了马次,从文中,丝毫感觉不到帕克对于自己恩师的埋怨, 其实他比谁都清楚,波波维奇之所以不肯以体面的价格与他续约,其实,都是为了马次,只知他们一同奋战过的球队, 或许,职业化的联盟中压根,就不存在着什么所谓的家庭情节,很多时候,可能都只是我们这些球迷们的一厢情愿罢了。